本港新增5宗新冠肺炎确诊 本地个案占了2宗 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是一个太籍家庭主婦 而出部确诊有十几宗 另外当局相信日前确诊的太籍女游客 同昨日公布确诊的男学生 都是去过尖沙咀同一间酒吧 正是追踪当日的顾客 过去一个星期本地个案中 大约一半是源头不明 新增的一宗是27岁太籍家庭主婦 和家人住在青衣长弘邨弘楼 平日主要行青衣城和长发街市 上个月20日和26日 曾经和新来港的泰国女性朋友见面 渡过尖沙咀海港城一带行街 患者说这个泰国朋友回泰国后确诊 当局正是追踪她留港的时候住在哪里 至于日前确诊 滞留本港期间住过至少三间酒店的泰城旅游客 当局相信她同星期六公布确诊的22岁专业教育学院男学生 上个月23日都去过尖沙咀China Secret 据了解当晚同场有接近30个人 当局正是调查那个旅游客 有没有在酒吧从事陪酒等工作 当晚的酒吧大概有六、七台 Ivy那位学生也有告诉她 她也留意到旁边有一台 是有一些泰籍的人士在那里 当晚她出现那些人 就是有四位工作人员 还有七位当晚在那里的人士 我们就已经送去检疫中心 但已经陆续收到警方的其他资料 就是陆续在找他们 输入个案有三宗 包括一个由尼博尔抵港的73岁女人 在检疫期间两次测试程阴盛 上个月25日开始围不舒服 两天之后入住坐敦炮台街亲身家 曾经两度求医未有流氧本做检测 其后再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确诊 有两个亲戚初步确诊 母亲电视机者关可为报道 四日连假的最后一日 尼岛仍然是烟满的到访地点 但限座令之下有食肆的生意额 始终不及去年 东冲入大澳的巴士站大排长龙 酒店或室内都是觉得不是那么安全 因为现在都有些社区的隐形案例 都是担心的 之前几天都是在家 或者在楼下公园玩一下 今天最后一天就带她去海滩玩一下 入到大澳更加人头涌涌 我们去了煤窝住了几天 然后才过来玩 花了五千元左右 不要紧了 经济都很快会复苏的 我们很有希望的 不过有食肆老板就说 假期生意额仍然比去年少一半 我们现在限座是四个人 我们所谓旺丁不旺财 人流肯定多 唯一就是慢慢做 现在少了少做 不用限座的店铺生意就不错 这些传统的海味 一样很受市民的欢迎 老板就说 四日假期的生意上升了近五成 不少人去到西贡海边玩 你去到户外 有时会忘记了限聚令 但是幸好大家的朋友 都会比较严格这件事 那就互相提醒多一点 不过以往的十一黄金周 内地游客到访的热门点 今年就似乎零旅客了 尖沙咀没了往年排队救命的情况 上水人流也不多 有药妆店就说生意大减 无线电视记者蕭穎妍报道 西贡大浪湾一个男人浸亲 送院抢救后不治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 将那个36岁男人送到东区医院 警方说下午1点多 市主和朋友在大浪湾对开潜水的时候 浸亲昏迷 由船家救起 再送院抢救后不治 消息说市主有潜水牌 当时和7个朋友潜水 和他同行的一个朋友 在事发后报清不舒服 清醒送院治理 另外一个男人和朋友 在将军澳 田下山附近行山隔壮中暑 送到东区医院期间清醒 政府说给内地的香港人 回香港棉检疫的研究 已经去到最后阶段 强调当局继续以谨慎的态度 防控抗疫 食肆如果每台坐多过四个人 桌和桌之间不够1.5米或没隔板 以往罚的是餐厅负责人 现在顾客亦可以被票控 每人罚2千元 政务市市长张建中 在网字说过去一个星期 为了确保市民遵守规定 执法部门巡查了大约2万5千次 发出超过200张定额罚款告票 他说近期疫情虽然有所舒缓 但仍然反复提醒要继续保持防疫意识 希望市民合作以尽早通关 重新和内地以及澳门互通健康码 但需要等到本港疫情稳定才能落实 所以在防控措施上 政府的态度会继续谈慎 至于被检测阴性的内地港人 回港之后免检疫 他说研究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另外张建中又提到 立法会復会在职 未来一年政府会一如既往 与不同政党以及背景的议员 保持良好沟通 沖繩合作 多做实事 沟通传异和减少内耗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轩报导 稍等回到会报道 当局从退Ibond 最低息率保证有两厘 警方移走在西贡白乐湾沙滩 的大型金属碎片 有专家估计是内地长征火箭 发射后散落的碎片 回到新闻时间 金管局明天公布新一批 通胀挂勾债券Ibond 发行详情 财政司司司长陈茂波说 最低息率保证会达到两厘 财政司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子说 年初发表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决定重推通胀挂勾债券Ibond 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识 七八月已经连续两个月通缩 会不会影响吸引力 陈茂波说 环球低息环境很大机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 而海外主要市场相计大规模推行货币宽松政策 中长期通胀风险也不可忽视 Ibond的设计正好发挥两头兼顾的优势 如果消费物价指数情负数 Ibond设最低回报 可以确保投资者不会因为通缩陷入零回报 今次优化了部分条款 包括最低息率保证比以往更加高 达到两厘 在目前超低息的环境 模仰有不错的吸引力 如果通胀升温 回报将会与消费物价指数升幅挂勾 令到回报至少跟得上通胀 每半年派息一次 到其日会传数给清本金给投资者 这批Ibond发行之后 紧接的会是以年满65岁长者为对象的银色债券 两批债券发行总额 一共最多130亿 如果认够反应理想 会考虑加码发行 无线电视记者来启申报道 出现在西贡白纳湾沙滩的大型金属碎片 警方说已经捡走并送到水警东基地 列作乘项事件处理 航天学会认为 很可能是内地长征火箭发射之后 散落的碎片 被冲上沙滩的碎片 面积约2米乘2米 中间夹层呈蜂窝状 边缘表面有浩壳 相信曾经在海中浸泡一段时间 碎片上面有蓝色标志 也有数字和航向字仰 警方在碎片周围拉起封锁线 看一看 又特意来 反正我都要爬到杜木舟 顺便来看一看 拍张照片 很不可思议的 就是这么多的 为什么呢 中的碎片怎么会来到这里 距离这里200米已经有民居 而且可以乘巴士进来 所以附近有不少人露营 和爬杜木舟 预护处人员到场拍照 民航处人员也来测量 警方把碎片从沙里面抽出来 再用快艇将碎片移走 白立村村长说 上星期一已经发现碎片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健全说 碎片上面有白底蓝字标志 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标志相似 估计是来香港较近的海南民航航天发射场 7月发射长征5号摇四火箭之后 保护卫星的整楼罩脱落 落入海洋的碎片飘到西贡海滩 整楼罩分离之后 经过那个大气层就销毁了很大部分的了 这一部分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残余的部分 跌了下海 中国也试过以前在四川的山区那里 找到一些很小块的碎片 也有 如果确定了它是中国的火箭碎片的话 我觉得应该通知中国航天局 让它请专家来拿走它 他说碎片可能有少量辐射物料 不建议市民近距离接触 母线电视机者洪嘉义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正式卸任 和太太返回美国埃澳亚洲 他形容美中关系处于充满挑战的时刻 美方正是重新平衡关系 卸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布兰斯塔德和妻子发表临别致辞 他总结三年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但是强调美中关系正是面临挑战 任来经历中美贸易战等等 见证两国关系跌宕 但是布兰斯塔德强调 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赞赏并没有改变 三年间 竹籍遍布中国26个省区 布兰斯塔德说了解中国人民 听他们的故事 是他的工作一大荣幸 和太太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卸任后将会回回家乡爱澳亚洲 两个人在影片结尾 以普通话讲再见 73岁的布兰斯塔德 先后两次任职爱澳亚洲州长 被视为中国老朋友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认识了超过30年 布兰斯塔德2017年6月开始出任驻华大使 上个月宣布辞任并没有交代原因 他早前向内地官方人民日报投稿 展述重塑美中关系 但是遭到拒绝刊登 掀起外交风波 美国传媒报道 布兰斯塔德回美国之后 将会协助总统特朗普竞选工作 至于美国驻华大使一职元兇 由驻华使团副团长傅德恩出任临时代办 无线电视机者马慧山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缩短亚洲访问行程 蓬佩奥原定计划 今天起到星期四访问日本、蒙古和南韩 不过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冠肺炎 决定缩短访问行程 蓬佩奥今天启程 即到访东京 进行四国外长、四方安全对话 商讨印太地区议题 在星期二回到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预计 今个月稍后再到访亚洲 重新安排行程 蓬佩奥在较早前说 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 并且在过去两天进行两次病毒检测 先休息一会 回来回报道 内地正值十一黄金州 景区迎来大批游客的同时 也都出现不少的不文明行为 吉林省重远附与市发生严重车祸 最少18人死亡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十一黄金州假期头四日 全国一共接待超过四亿人次游客 不过在景区迎来大批游客的同时 也都出现不少的不文明行为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景区 有些千年佛像虽然有围栏保护 景区也都表明不可以触摸 但游客经过的时候 仍然忍不住用手摸一摸 甚至有小朋友捐入围栏 在浙江杭州西湖 有人擅自躺在草地上 要保安员驱赶 也都有人无视请物攀爬的告示 直接爬上铜像影相 在安徽淮南中央公园 有不少想做网红的游客 看中了这片粉袋乱子草 越过境界线踩入花海里拍照 当地文化和旅游报也发问 呼吁游客要文明赏花 江苏南京这个音乐节 城管就用无人机 阻止游客做出不文明行为 你专身不可以 不要太发发 至于是北京动物园 也都设置专人管控 监视游客乱喂动物等等 如果发现会即时广播阻止 并到场处理 无线电视机长曹嘉宁报导 内地十一国庆黄金周档期 头三天 全国电影票房超过20亿元人民币 《终身社》报导 截至凌晨零时 国庆档期总票房 已经超过20亿元人民币 将纸牙已超过9亿 成为票房冠军 而在假期的第一日 单日票房达到7亿3千万 成为国庆档期票房史上第二位 受到疫情影响 内地的器院一度停业近半年 去到7月才重开 在黄金周前夕 入座率的上限提高到七成五 有业界人士说黄金周头两天 入场人次仍然是较去年同期下降七百多万 认为疫情仍然是阻碍民众入场的因素 要完全复苏仍然需要时间 吉林省从原浦渝市发生严重车祸 最少18人死亡 当地公安通报 长春岭镇石桥村附近青晨五点几 有两架货车箱撞 多人受伤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 去到当地指导事故调查工作 并要求做好事故原因调查 和善后处置工作 不少人在宅偶的时候 可能会考虑对方的性格或者样子 不过内地宅偶要求可能越来越高 不单只样子要好看 被视为第二块面的手都要生得好看 由着北京记者陈金部说 不少人在宅偶的时候 都是外貌协会成员 先看对方的样貌 但今时今日要找心仪对象 标准可能再高一点 内地一篇有关手生得好看 是当代女性杂偶标准的文章 提到手好看 原本是粉丝对男艺人的关注重点 但这种趋势延伸至杂偶的条件之一 甚至有网民留言 找男朋友人丑无关系 手一定要漂亮 北京民众是不是同意呢 男生们你上近一点 跟手好不好看没有关系 我觉得不能以貌去人 还是应该多相处一些时间 然后再综合决定吧 可能外貌是一方面 但也不能全看外貌 话题热度没有减退 部分超过两千万月读量 有人甚至将自己的手 影相放上网 文章分析网上一些关键词 总结收场 签试或者骨折分明 都是好看的手的标准 有情感专家认为 手臂视为人的第二张脸 删得好看有作发展人制关系 漂亮的手会首先给人的感觉 是美好的这种第一印象 有了第一印象 然后我们再去接触这个人 可能这个手 这个美丽的手 可能就是一个打开人和人之间 这种陌生感的一个很好的钥匙 不过扎偶是非常重要的决定 他认为单凭手的奖相 作为扎偶条件 关系未必长久 有选择就要有承担 你选择了这样的人生 选择了这样的人 那你就要承担 所有这样的人 会给你带来的后果 扎偶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然后呢 并不是说 不去鼓励大家去 向往自己心中美好的东西 但是向往美好的东西 同时要看清楚 越美好的东西 其实是越包含危险 陈金专家又说 最重要是理性选择 才决定自己的未来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 陈金报导 前唐江迎来近三年来最大潮 大潮在下午到达 一线潮由远处逼近 形成一幅两米几高的水墙 并且掀起几米高的浪花 吸引了两万多个民众 在浙江海宁观潮 每年的中秋前后 都是观赏前唐江大潮的最佳时机 而农历八月十八即是今日 大潮是最壮观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的专家说 今年受到较长梅雨季 同富春江水库持续大流量下舍等的因素影响 前唐江下游江渡被冲擦较深 河床降低 令到海水渡棍变多 前唐江湧潮较去年更加大 成为近三年来的最大潮 转他其他消息 在台湾陆委会呼吁杀人案 疑犯陈同佳和港府采取具体行动 尽快和台方联络 本港部安局昨晚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说 警方没有和台方共同建立所谓单一联系窗口 这是台方单方面的描述 强调香港现在没有法律 容许特区处理和台方的法律协助 在台湾陆委会回应说 对于港府屡次说没有办法律基础 又说会提供协助陈同佳去台湾的可行安排 实际是延迟近一年依然无所作为 强调案典价关键是陈同佳的真实投案意愿 以及港府的责任感 呼吁陈同佳和港府拿回初心具体行动 尽快和台方的窗口联系 对于会不会同意陈同佳以其他方式投案 陆委会重申 若陈同佳确定要去到台湾面对司法 随时可以透过窗口联络 十四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决定延任一年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希望决定无选阵营团结 民调是一个不是最理想 但是可以被解读为某程度上是一个民意的授权 我想不存在输打赢要的问题 这些是政治判断基于策略和大局的一些研判 这些没有对错的 你只是交给历史去做一个判断 也会有功论 梁家杰在本台节目讲清讲错上面 被问到阵营早前不满 又由人大常委会决定全体议员言言 而最后选择留在议会 是否政治原则上有矛盾 他认为不需要每次也都提升到最高政治道德伦理 否则在抗争上可能失利 先有四一转回来回报道 上水古洞要发展 当地的安务院被清拆 院有全部搬到新地方住 他们适不适应到新环境呢 经过一间农场可以吃到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还有试食团和摘辣椒的活动 回来新闻时间 上水古洞石仔岭花园 属于新界东北发展的范围 那里安务院的第一期清拆工程近日展开 院有已经在7月底全部搬迁 他们适不适应到新环境呢 石仔岭花园是政府物业 前身是英军军营 98年开始以短期租约 租给私营安务院 每两年逐租一次 二十多栋平房 到现在有近千个院有在这里养老 形成香港独特的安务村 2012年政府宣布收回 作生界东北发展规划 部分的院舍要在今年年中开始迁册 7月香港正值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 不同地方的安务院都爆发集体感染 就会福利署说已经要求石仔岭的院舍 在搬迁的时候参照卫生防护中心的防疫指引 安排受影响的院又搬走 当中有七个搬到石仔岭以外的安务院 或者回家住 137个院友就搬到石仔岭 其他暂时不受清拆影响的院舍 包括87岁的邓婆婆 既然活动空间可能比以前少 但是邓婆婆希望尽快适应新环境 政府的工程人员近日已经开始围封石仔岭第一期的清拆范围 这里被政府纳入这个年度的卖地计划 部分面积也会兴建一个公共交通交会署 由远舍经营者这两个月和政府商讨减少工程对现时院有的影响 也希望在未来人口老化下 安务服务同样得到重视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政府就试这个石仔岭是一个整传的体系 老人家职员经营者就可以一起搬过去 就重建这个安务的社区就继续石仔岭的精神 发展局说现阶段承担了超过500万 改装这里其中两座院舍暂时安置受影响的院友 剩下十几间院舍预期在2023年迁册 到时所有院友会入住附近一座由政府兴建的新福利服务综合大楼 政府会公开照表重新选选合适的合约院舍营运 在石仔岭经营安务院的经验是评审进质之一 无线电视记者林可欣报道 务工卡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十年后本港高龄人口会急增 政府需要为安务服务政策做好应对准备 罗志光在网字赞文说根据统计处的推算 去到2031年人口开始急速上升 去到2049年85岁及以上人口将会是目前的四倍 有80几万人 65岁及以上人口会由现在大约137万7千人 升到2051年的270万2千人 政府需要应对人口高龄化所带来的安务服务需求增幅 否则十年之后难以想象 有调查发现疫情下基层家庭中屋负担加重 由去年占入息近三成增加到今年近四成 社区组织協会上个月下旬 在网上访问了439位住在劏房、板间房或床位等不息撤居所的租户 近两成受访访问说今年业主加租平均加6% 由于基层家庭疫情下面临开工不足或失业 租金占入息比率由去年大约29% 上升至今年占大约39% 当中一、二人家庭更加占入息大约五成 有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百几尺劏房价租户说 业主8月仍然要求加租一千元 研究也发现居住面积越小赤租越贵 床位赤租平均大约105元 较去年贵14元 胜幅达一成半 较千尺以上豪宅平均尺租大约35元 贵近两倍 社协呼吁政府设立包括租务等规管 七成多的居民都觉得规管水电币 其次紧随其后就是要规管租金定定 接着就是规管住屋质素 仍然有八成都觉得最好是加快租屋 和社会博物供应 社协也要求政府加快推出租金津贴 无线电视记者刘杰玲报道 关外基金下的N无人事一筆过津贴 明天开始接受四人或以上住户申请 四人住户和五人或以上住户的津贴金额 分别是14500元和15500元 不超过指定入息限额等等 符合条件的住户 明天开始可以邮寄或亲身到就近的服务单位 递交申请表 部分服务单位也设有投递商 截止日期是下个月的30号 当局在7月初开始 接受一人、二人和三人住户申请 截至9月30号已经接获超过5万份申请 国际方面 日本陆上节 这节7点半 新闻报道员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